其實很多時藝術表演的時候 我們會被那個表演或整個時刻侵蝕了 然後去到就是不記得所有事情 就好像你結婚的時候 你做整個活動給客人 你就會不記得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但我其實整個感覺是非常清醒 昨天我是平靜 今天也是平靜 因為可能有導演的身分 你剛才說做了兩場表演 其實我做了四場表演 兩場是導演 兩場是藝術 所以其實在我表演的時候 我是看別人的反應 看別人的Cue 我的Cue Mic 我的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落到場的時候我就說 現在的時刻 我們快點 所有的東西其實不單只是在表演的時候 我要take care vocal 跳舞 而是我要看觀眾的反應 所以整件事是 我覺得很開心 找到一個這樣的團隊去跟我work 而他令到我呈現 就是真真正的 Who is Janteng 的全面性是什麼 但是昨天見到你說多謝家人的時候 都很感動 然後G&D 出場的時候 他又哭到收不到聲音 是啊 有什麼位置會令到你這麼觸動 其實因為昨天第一次做表演 是我認真第一個演出 只會一次而已 所以也是在那一刻我覺得需要去多謝我家人 因為其實我可能是一個很失敗的兒子 或者一個很失敗的兒子 其實要靠家人去carry 去相信你 就是大家經常覺得夢想是一個人 但是你是犧牲了別人的 別人要覺得好 我陪你一起走 其實別人不需要 那去到真的做到了 就是我很感激他們 所以去到第二晚我就是 put on a good show 去到去更加認證這件事 而Janteng 的那個位置 其實我想是第一次我們有這樣的溝通 而日出時楊佳登安瑞當中的故事 那個主人翁就是我 就是我很努力做事 但是去到最後我發覺 原來可能我要回歸我的根 然後我發覺原來有時候插秧 是要倒插秧才是最快 而不是向前走 不是每一次都要贏 而是站在那裡去感受風 去感受所有東西 所以大家的心路歷程太過奇妙 所以就哭到豬頭 是否因為你們兩個有原因 離鄉別井來香港打平 特別感同身手 我覺得是有的 但是更加大的關鍵是 大家同步跌入低潮 我當你離鄉別井 但你很成功 我失敗 那種感受不同的 是大家一起在谷底的時候 大家拍一拍大家的肩膀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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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時刻 所以 這種友誼是 irreplaceable 但是阿 Jin說 你當時其實都沒有說到 你都在經歷低潮 她都是看訪問才知道 是 因為其實那一刻 我覺得我未必可以做到 那我就用我 我肯如有的力量 我可以給到的所有東西 我都不能說幫她 因為其實她要幫自己 而她希望給到最後一分力出來 那我感激她的那番說話 所以其實很多藝術 我們 behind the scenes 我都會把很多connection 給他們 把很多認識的人 全部都line up 給他們 因為我覺得 我是曾經一個 為了成功 而犧牲了時間 身邊的人 的一個人 我不希望再有人 因為工作 我一定要成功 而犧牲身邊的人 我寧願把我的東西給她 那她做到了 那她身邊的人就會開心 那我覺得她就可以 開始享受她的人生 那所以 就是 Jin 和我的友誼 都是那句 真是無話可說 真是無話可說 那今天的嘉賓是Jaze 你們的淵源 是否都是很久之前就開始 是啊 沒錯 Jaze剛剛入行的時候 她畢業 然後就入了環球 做一個reporter 那時候就認識了她 她又想參與production 那時候我就說 不如你來加入我的production 我是導演 她是副導演 然後她很creative 她就開始和我一起做很多幕後的事 那一步一步 她成為了歌手 我成為了導演 然後就沒有一個幕前的合作 但是我們就是一個 郵輪上面 就和Jaze和 Jin 一起有一個表演 做了朋友 之後她越來越成功 大家都越來越成功 去到今天可以邀請她來唱歌 這個也是我的榮幸 剛才很驚險 是啊 剛才很驚險 Jaze走到最後 本來我們就說 我們怎樣的事情 有感覺一點 給觀眾覺得有尖叫的位 然後她就說 不行 可能我等一下會笑 我說不是啦 我們專業的 不會的 去到那一刻 我覺得她自己 刻一刻自己 刻意做個位給我 就是 快點 做事了 然後就 給了個位給我 這個反應得像 是的 都可以的 而且你批中了 即是已經在封存 是嗎 好像韓劇情節 Hall my love Hall my love Hall my love 抱歉 有人說咀咀咀咀咀咀 神經病 這個是 真是 好幸好她沒事 好幸安全 這個最重要 是 這個是沒有合作過的 沒有合作過 是呀 可能我有打算結他 你不知道 是 那今次都有一些跳舞的環節 是 那下面的觀眾都不斷叫你脫衣 為何會不肯脫衣 因為我從來都是無視觀眾的 觀眾對我來說 甚麼都不是 我是會無視的 剛才幾位師兄就脫衣 脫衣 真的不要了 因為如果今次脫衣的話 即是我在 最後 亦都 許下一個承諾 如果今次脫衣的話 如果真的有一天踏上紅館 我連皮都要脫衣 所以我就覺得 先留著 如果有一天 上到紅館的話 希望 我不可以 我怕說錯話 打人就被人炒出來 我們紅館見 是不是現在開始進 即是 計劃簡易 我們是計劃中的 計劃中的 是的 有沒有預期上一年之內 還是幾年 其實這個真的要好看公司 和好看他們的安排 因為你知道紅館的期 他們都有很多入志的東西 我是很沒經驗的 我是純粹是 這個叫 信口開河 所以 我是探不到 我們 鏡頭請 看一看 那位 戴著眼鏡 開始很尷尬的人 他才回答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說 信心大了 你之前很害怕 賣不完 是的 是的 這次發表爆弱 那下次紅館 是否真的會 下次紅館 我都會 需要有謙卑的心 不代表這次成功 下一次就會成功 就好像昨天的show 我們 大家說 OK 第一次開show OK 那一下如果你覺得 對 我放鬆 你第二場就炒 因為最危險 就是你成功那一下的下一步 就是你覺得我是王者 我做到 我怎會不厲害 我現在厲害 那你的 mentality 就由一個 本身沒有這件事 成為了有這件事的人 那一刻你就要捉緊你自己的靈魂 去跟自己說其實你沒有什麼特別 去到下一次我們挑戰紅館的時候 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我們也都要很審慎 去考慮我們的歌曲 我們的歌單 我們的處理 所以 不會鬆無鬆 也覺得自己是一個王者 都是虛心去做好那件事 想問一下剛才那個底褲事件是什麼事 是有人扔上去嗎 是有人扔了 那條底褲上來 因為我有說過 如果扔就扔布袋上來 或者扔內衣 但我都是那句 就是大家如果要扔的話 一定要扔那些穿過的 或者即場脫出來的 因為如果是道具的話 是沒什麼意思 就是你準備定的 就是我要的是即興 我要的是溫度 所以大家 記住下次的話 就是本的時候就預備定 是啊 我打算是這樣 這樣脫出來 這樣脫出來 那你為什麼先回報他們 才他們這樣脫出來 先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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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些令我失望 那如果收到你會怎麼處理 收到會怎麼處理 在想著 或者這個呢 這個 是今次的內褲會怎麼處理 今次的內褲沒有什麼意思 我覺得 確實燒了它 都是那句 道具這些東西是沒有溫度的 是啊 那你覺得今次你整個show 你給自己的一分 我不會評分 我覺得每一個show 是有它自己的命 好像那棵樹 高一點 肥一點 矮一點 你不會說棵樹 是一棵好樹 還是不好的樹 你只要說這棵樹 就是這樣 所以今次的show 就是這樣 那會不會自己表現 我覺得 我已經 給盡了我可以給的東西 那 那 這一個 我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因為結果不是自己去評自己 是由別人網民 可以說的 而我 給自己的平均就是 你有沒有去盡 我去盡 所以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你最喜歡哪個部分 最喜歡哪個部分 很難說 因為我作為導演 我是看著整個show 所以我每一個部分 都是我精心設計的 所以我很難去選一個部分 那你今次最感動呢 最感動一定一定是 跟我父母的一番說話 就是我其實從來沒有機會 亦都沒有這樣的勇氣 去說這個說話 怎樣去令到一個 父母覺得驕傲 我想每一個兒子都會 或者每一個女兒都會想 去到哪一刻他們會驕傲 其實他們從來不會覺得 我不驕傲 因為你做的每一步 他都會覺得 你值得叫我 但是我們 我們是孩子 我們都會想有一番成就 去令到大家 去說 那個我兒子 那個我女兒 所以我希望今天可以做到 那爸爸媽媽看完之後 有沒有給你一些反應 或者有什麼反應 WhatsApp 手指弓 都有的 煲湯 每一個人對你 表示愛 或者覺得 我們家人其實很少 身體的接觸 我們很尷尬 傳統中國人 好 夾個雞腿 雞腿大一點就是愛你 但是 真是抱 我真是說多謝 然後他說 You did it You did it 所以很多謝我哥 很多謝我爸 很多謝我媽媽 因為 我做得很不好 我很多事情都做得很不好 但我會繼續努力 完成了更大的一個項目 之後是放假還是有其他 是等一會兒 完了慶功 然後就回去跟粉絲拍照 然後就 明早拍Cover 然後就 繼續 做事 就是我會覺得 是的 是一個人生的里程碑 但是 我不會說 啊我正在崩子 我想快點 完了 沒有 我每一刻在表演前 I was relaxed 在表演前 我在看所有的觀眾 我記得他們的樣子 我記得他們的座位 我記得每一秒 我記得我上台窗的時候 我記得那個Q 所以我沒有特別在崩子 要放鬆 I'm the same now You see me tomorrow I'm the same guy 所以這個是我的狀態 那到底是否真的跟阿蛇拍戲 那個語音之題 是 這個 因為其實呢 阿蛇是看過那個劇本 然後他就說那個劇本也挺好 其實最主力的 他是跟我監製熟 他就讚了這件事 大家就說 他是不是在《雨夜之途》裡面 所以其實《雨夜之途》 他純粹看到劇本 就是這樣 但你也有些電影工作 是準備要做的 沒錯 其實我們即將 即是宣布了《雨夜之途》 因為我們的資金 所有東西都被禁止了 亦都在走 同時其實我還有多一部電影 是會即將宣布的 而這個就是一眾年輕演員 大家 到宣布的時候 大家就會 哦 而那一部我就會有份自導自演 但《雨夜之途》 因為是一些很有經驗 影席級的演員 那個我就會 純粹是導演去做的 但之前的髮照都有 你跟阿蛇有合照的 是啊是啊 因為有在聊些事情 什麼 第三部 我不可以跟你透露太多 等等又搞到別人 不是太好 是啊 但是接觸過阿蛇 接觸過 接觸過 很nice 很nice 然後是一個很 很漂亮 是啊 我只可以這樣說 即 你會覺得 你見到的時候 就是 天 微星 即是有那種感覺 即你見到我就 喂師兄 師兄在這裡 即這樣 他是有一種 很特別的感覺 那他對你有什麼特別的評價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 形容 令你很深刻 這個我不會知道 你會聊天嗎 不是聊天 正常聊天 就不會問阿蛇 你覺得我怎樣 即是講 這個有點奇怪 所以我都不太好知道 是 JF怪的那麼成功 不過我想議 會不會再黃炸多幾次 基本 基本 即我在這裡就口出狂言 即是香港所有的天團 看著你 即是N9的垃圾 最後的垃圾 這樣都可以上到 即是什麼 Chill Club 不同的東西 那 即是當然還有很多 不同的藍團 即是有MIRROR ERROR Pixel Pixel也是不放在眼內 即是他說 你接著九戰開了 我就看一下你會開什麼 那然後 即是我們 我們是會挑戰所有的團隊 即是尤其是香港 No.1天團 即是非常非常之多人支持 那所以 但是我們從來 不放他們在眼內 所以 坐著你 你們看著你 你們厲害過New Jeans 一定 新牛仔褲 是什麼樣子 基本 我們一定厲害過他 我們有靈魂 我們在香港 是否直闖 你剛才說姜濤大陰 是否直闖 誰是他 他現在是YouTube第一名 我們一定搞定他 對不對 我們JYT 不是我說的 是有稿 好 我們 下班 你不要不斷聊我說話 你不斷聊我說 我講了六個小時 如果你把我和Eason放在一起 宇宙就會毀滅 是啊 對 謝謝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兄仔 不要不斷聊 lls 感谢观看